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 今天呢繼續來玩這個英雄你好狗 那我們今天呢也是這個 繽紛樂園的最後一天 那我們現在也是累積到了這個68個閃子 我們看一下這個 全部拿完無刻拿完這些全部的骰子能不能夠 順的拿到我們的15圈獎六 那30圈的話應該就不用想 之前也算過就是 一定要多額外儲持那些周卡還要買這個骰子才有可能 以期望值來說才有機率可以拿到吧 不過我們無刻也是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就是拿到這些特殊獎勵 特殊獎勵的話都可以拿到像是我們的花鳥青蛙 在右方的話就可以兌換到你的這個五姬 符文寶箱或是一些神器 我們就先來嘗試看看能夠拿到這些特殊的兌換獎勵 我們之前的話是已經有成功兌換一次到這個 十哥西夢碎片 這次的話就來看能不能夠骰到一些比較好的地方 那我前面的話就先用一下我們這個一個一個骰 感覺一個一個骰的話中大獎機率才比較高 要不然用他這個一次頭十個 他中間會動什麼手腳也不知道 我就一個一個骰 看能不能走到這個特殊獎勵 終點的話 就拿到一些 紅色碎片 神器精華 來看一下能不能夠走到2 不行拿到3 那接下來的話走到4 很好又給我差一個 不知道他這個機率大家是有沒有統計過 到這個機率是不是完全都是公平的 好那看起來是公平的 直接拿到我們的 西夢碎片兩個 還是沒有拿到這個特殊獎勵 沒有 我們再來看能不能骰到數字1 沒有數字1 完成15圈應該是沒有任何問題 還可以拿到這個 紅金徽章 有錯多一個 1234 特殊獎勵 沒有又是 西夢碎片 本來中這個西夢碎片的機率特別高 不知道我們現在是也不可不可以 湊齊到數量可以對換我們的皮膚啊 好特殊獎勵 又是西夢碎片 不過西夢碎片也挺不錯啦 至少不是其他的這種 怎麼看不到 其他的這種紫寶箱或是隨機紅象碎片 隨機紅象碎片應該是 最沒有用的 再來特殊獎勵 紫寶箱 紫寶箱 我們能夠種一下我們的這個特殊道具啊 來兌換一個5級符文也不錯啊 直接種我們的這個金色蝴蝶啊 我們看一下蝴蝶能夠兌換什麼 蝴蝶的話是這個隨機紅色玩具盲盒 這個好像中獎機率蠻高的 而且他是隨機的 他還不是自選玩具 他這個應該不能夠隨機到那個專屬玩具吧 我們 等一下出去再看一下 來 能不能夠中前面這幾個特殊獎勵啊 我們今天不太喜歡這個最後一個特殊獎勵 我們現在也是倒數最後一圈啦 這邊拿到我們的這個特殊獎勵 隨機紅象碎片 這個的話是新夢碎片 沒有沒有新夢碎片 還有20幾個 看能不能夠再多走個兩圈 來4 完美錯過 有沒有踩到數字1 沒有 數字6 剛好都錯過那一個 蠻容易踩到這個隨機紅象 好我們已經成功拿到這一個 紅色玩具啊 好找我契約 加8個 我們能夠中一下前面這幾個特殊獎勵啊 這個符文還有我們的神器感覺特別難拿 加最後這五個看來應該是 沒有什麼希望啦 好又中一個紅象碎片 來看一下剩下最後這兩個 這個再中一個飄滑氣球 然後再中一個我們的這個 Phyo青蛙 1234 好中道具 沒有 中了一個新夢碎片 這是蠻可惜的 好那麼也是拿到這個 紅色玩具盲盒 那就比較可惜喔沒有辦法拿到 前面這兩個特殊道具啊要不然這兩個的話對換應該是這裡面 最值得最划算的 如果我們新夢碎片的話現在也是已經 達到蠻多數量了我們在下一次活動應該就可以兌換我們的 那個角色的 寵物皮膚啊 好我們來隨機召喚一下 他這邊的話沒有顯示說可以召喚到哪些紅色玩具 應該就是 那種 最基本的那種紅色玩具 好咕咕雞 小紅鴨 他剛剛圖片沒換 那我以為他 出了一些bug 好不過至少我們這個咕咕雞 能夠順利的把他的等級提升上去 把這個咕咕雞給我們的這個孫悟空給他裝上去好了 好那這邊還可以成功吃 順便可以多拿到這個圖鑑獎勵啊 這邊的話可以拿個 4個積分 這邊8個積分 相當不錯 好吧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英雄米豪狗 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等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 好那麼可以輸入這個最新的FUNHERO 然後後面加上一個數值2喔 FUNHERO數值2 那就可以按下方的兌換 這個的話就可以達到這個最新的點券 贓募7月還有一個狗糧袋喔 FISH3個流 FISH3個流 那一樣可以按下方的這個兌換 就是他這個粉專達到66666個人的追蹤了 好那就可以拿到事業槽 還有一些贓募7月以及我們的這個點券喔 好然後接下來下一個呢是這個FISH FISH3個7 FISH3個7 然後這邊的話一樣是可以拿到這個點券 贓募7月還有我們的事業槽 這個FI然後SH 然後接著是3個8 FISH3個8 可以按下方的兌換 這裡的話就可以拿到這個釣魚的10個事業槽 那麼可以輸入這個最新的 這個GOGODIS 然後CORD 這是Discord的序號 那推薦你們也可以加入一下他的這個社群啦 那就可以第一時間拿到這個序號 然後可以注意一下這個大小寫 好那輸入完的話就可以按兌換了 就可以拿到我們的點券骨頭袋子還有10個 這個綠寶箱 好那麼可以輸入這個禮包 FUNFERO FUNFERO 就可以按下方的這個兌換 就可以拿到這些綠寶箱狗糧還有100個藍點券 那接下來下一個的話是這個改版禮包 這個E 然後ND 然後LG IFT 就是ENDL 然後GIFT 好那兌換的話可以拿到這個青銅硬幣 然後這個288個點券 那麼可以輸入這個GOGO 3個8 GOGO3個8 OK按下方兌換 那這邊的話會顯示我已經兌換果但你們的話是應該還是可以兌換 好那這邊就可以輸入這個禮包碼 然後這個GOGOGO GO HERO 3個9 好那輸入完之後就可以按兌換 就可以拿到188個點券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的話是這個GOGOGO然後一樣是3個9 就不用加上這個HERO 這個大小型應該都是可以的然後這邊的話可以再拿到 兩張的這個招募契約 然後還有這個狗糧 好那我們可以輸入這個禮包碼這個DLOPEN GIFT 然後可以按下方兌換 這邊的話就可以拿到點券藍寶箱還有綠寶箱10個 那接著下一個呢是我們這個RANKINGNOE 那按下方兌換這邊的話可以拿到這個 袋子 狗糧袋還有我們的骨頭袋子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DOG 999 DOG3個9 那這邊的話也是可以拿到這個點券狗糧還有骨頭 這個新手開局的話是非常棒的 然後再來還有這個DOG 2023 DOG2023 那這邊的話也是可以拿到大量的點券狗糧還有金鐵 那最後一個呢是我們這個GOGO2023 好那現在還有一個限定隱藏的禮包碼是在我們的雷電商店 那你們可以點開這個禮包然後在這裡的話就可以看到這個英雄你好狗送999抽的 雷電專屬禮包 那你們這邊的話可以來登入一下你們的Gmail帳戶 然後把這邊的虛寶兌換碼 複製到剛剛的禮包兌換地方 這樣的話就可以成功兌換 然後夜神的話一樣是有這個隱藏序號 你們可以回來到這個 畫面然後到遊信中心 這邊的話會有一個優惠 然後再右放這個 專屬禮包 這邊的話會有這個英雄你好狗的夜神專屬禮包 這邊的話一樣是可以點擊領取 然後登入一下你的這個 Google帳戶就可以領取 這